结果它偏不走正路 非要去蹭一堆别人的私有协议 还要做全兼容 结果就是标准协议都没有打磨扎实 私有协议又没有能力把它调教好 说白了 这个充电器把全协议做成了一个段子 看着热闹用起来很闹心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来测一颗 最近热度很高的一颗小充电器 乐迪自美出品的第三代小体级 主打全协议的一款充电器 但是我看它规格里面 最大功率只有45瓦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一句 45瓦真的有必要把全协议 这四个字拿满吗 现在的手机厂商越来越拥抱 公版的PBS 小米也在逐步的开放私有快充 那么这种小功率全协议 到底是实用取向还是营销取向 这一期我们不看宣传 不猜结论 直接用多品牌手机实测 把它真实的表现跑一遍 看看它到底省不省心 我们先来看包装啊 蓝白色的包装盒 产品的概念图片 乐迪自美的英文图标 乐迪自美单滑加快速充电器 背面则是充电场景图片和规格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到的包装盒 充电器专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 说明书 核科证 保修卡 三合一 拿出充电器本体 整个充电器就是深空灰的配色 面板是黑色的 确实比咱们前面测试过的 他们家的65瓦的 要小一圈啊 充电口上有一张膜 我们把它撕掉 双充电口设计 EC1A 内部舌片都是蓝色 这个英文应该是第三代全协议的意思吧 淡画家超级快充的英文标识 乐迪自美的logo 折叠插角的设计 这是自带的一根CC线啊 线材两头都没有logo 整体线材柔软度还是可以的 充电头连整套包装一起 重量是109克 充电头加线材重量103克 单线材22克 单充电头81克 充电器高度54毫米 连插角高度71毫米 宽度为41毫米 厚度为29毫米 这根线材直径3.8毫米 护道宽度12毫米 厚度为6毫米 护道的高度17毫米 连防折断部分24毫米 现在长度为1米 大概多了个78毫米的样子 老规矩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格协议 GAN超快速充电器 型号HY078M 这个输入仅支持220V交流电啊 输出规格 TIME-C口输出最高45瓦功率 USB-A口输出最高36瓦功率 A加C两个一起用的话就是基础功率啊 双路绝缘四类使用 海拔小于2000米使用 非热带地区使用 3C认证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制造商 东莞市赛家塑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怎么制造商是一个塑胶厂 咱们搞不明白了啊 我们把这根线材 也做个基础数据测试吧 内部E-Mark芯片检测出来的信息是 被动型数据线 方案怎么是用的华为的啊 供电能力20V5A 最高100瓦 速率规格是USB2.0 下面则是线材的版本信息 这个是我们检测出来线组的情况 为124毫欧 别人加1米5的才110毫欧左右 它这个1米的都干到124毫欧 这个线材的压降值 我们就测5V和9V 两个电压档位就可以了 5V1A的压降值 大约是0.13V的样子 5V3A的压降值 大约是0.38V 9V1A的压降值 也是0.13V 9V3A的压降值 也是0.38V 全协议充电器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检测它的充电协议了啊 我们直接采集它的充电数据 首先是米家的私有协议 目前这个小米手机电量还有2%啊 启动的是67瓦的标识 我们看它的充电效果怎么样 已经充了两分钟左右了 大家看充电曲线图啊 功率一涨到28瓦 它立马就降为0 一直反复的重启 反复的重启 咱们再找来一根米家的私有协议线材 用Echo试一下啊 Echo启动的是快速充电啊 走的是QC的协议 根本就没有小米家的私有协议 咱们换一根库代科的线来试一下 显示的是快速充电 这个就意味着必须要用它的线材了 我们看这一次能不能顺利的启动啊 又充了六七分钟时间 还是一样的啊 28瓦的时候直接归零 反复的重启 这就是所谓的全协议啊 米家的私有协议测试失败 我们再来看它的VOK协议怎么样 启动80瓦的闪充啊 我怀疑就是破解个图标而已吧 我们采集数据 这部绿场手机已经充了91个电脑啊 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 前面20分钟为VOK协议充电 平均功率大概在37瓦左右 在17分钟的时候 这个波动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到20分钟的时候 调整功率 这个时候它就转为PBS协议再充电了 功率是23瓦 为什么会从VOK协议转到PBS协议 我们看温度就知道了 充了20分钟的时候 外壳的最高温度已经到67摄氏度了 所以它转到了20瓦的PBS协议 充电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15摄氏度 我们用这部蓝厂的手机来采集一下 Vivo的VFCP的快充协议充电曲线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3% 也是低电量的状态 大家看这个功率啊 9瓦的功率 仪表显示的是VOK协议 我们看充电曲线图 我前前后后拔插了三次 刚开始是5瓦反复的跳 然后涨到10瓦 然后再拔插 还是一样的 这个体验感真的是太差了啊 为了让它正确的握手VFCP协议 咱们把这个电拔了 然后把这里面的电放完了过后重新插上去 它才正确的显示快充协议啊 但是老铁门来看看充电曲线图 我又是前前后后拔插了两三次啊 现在充了11分钟了 功率还是只有5V2A10瓦 折腾了半天 终于连上VFCP私有协议 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 最高功率33瓦 坚持了20秒钟 后面就是24瓦的功率 充了大概8分多钟时间 然后就没细了啊 后面就是5V2A10瓦 我不知道这种充电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还不如老老实实的用PPS 插上去就是高功率的快充 大家说对不对吧 我们再来看华为的充电效果啊 这部手机是可以支持 华为SCP66瓦的充电协议的 现在的功率走到30瓦左右了啊 我们采集它的充电曲线 这个手机已经充到99个电了 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啊 前面16分钟为30瓦的功率 然后逐渐的下到24瓦的功率 充了两三分钟 后面是20瓦的功率 充了几分钟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啊 充到95%以后 就转为5V的基础功率 再捐留充电了 充到100的电 花了接近一个小时 也算不算很快了 我们再来看充电的温度 这个9V最高30瓦的功率 最高温度是52摄氏度 测试的时候 咱们室内温度13度啊 这个充电器 它的规格协议里面写的 它是支持PTE的公版协议 最高可以固定档位支持到 20V 2.25A 我们现在就是给它上压力了啊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45瓦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看它的温度表现会怎么样 各位兄弟们 这个45瓦输出已经一小时 二十多分钟了 温度曲线拉直了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停了啊 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45瓦功率 正式功率是44.5瓦 一直在输出 到现在还没有断 采集线采到的最高温度是 68.4摄氏度 热像仪采集到 采集线附近73.3摄氏度 充电口这个地方是80摄氏度 另外一面的温度是63摄氏度 测试的时候 咱们室内温度14度左右 这个充电器竟然是45瓦的 就证明它对苹果的兼容性 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真实的充电效果 还是用这部苹果16plus 来采集充电数据 目前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 我们直接开始充电 已经充了六个电了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直就是12 3瓦的功率 插进电 45秒钟 顶到28瓦的最高功率 后面就一直都是12瓦左右的功率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根线材的原因啊 我们重新换个线材试一下 换了一根线材以后 这个顺利的就走到了30瓦 如果用充电器带了这根线充电的话 这个功率是起不来的 这个手机已经充到97个电了 我们只看充到80的局限图就可以了 换了线材以后 最高功率是30瓦 但是只持续了两分钟时间啊 后面就是逐渐的下降功率到第二阶段 21瓦的功率持续了12分钟 第三阶段15瓦功率 持续了8分钟 第四阶段9瓦功率 持续了10分钟时间 高功率阶段持续的时间太短了 这个手机从我们就算它从6%的电嘛 充到80%的电 一共花了55分钟 如果是从0的话 我估计要搞到一个小时 而且还挑线 我们来看一下给苹果手机充电的温度 39.5摄氏度 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14度左右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文波情况 这个才是值不值得购买的一个重要的实测数据 45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111.96也就是112毫v 平均文波103毫v左右 27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106.5毫v 平均文波96毫v左右 这是9V档位接近40瓦的功率了 38.2瓦 因为这些破解的私有协议 它的9V档位必须能超频 不然的话它就没办法去兼容私有协议 这个时候文波最高的时候是97.2毫v 平均文波87毫v左右 12幅档位36瓦功率 文波最高的时候101.9毫v 平均文波94毫v左右 45幅档位45毫v 这个是苹果手机目前的常用的档位 这个时候文波最高106毫v 平均文波96毫v 但是这个文波抖的有点厉害 咱们把时机放大到5毫秒 波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45瓦功率 文波最高的时候108.2毫v 平均文波99毫v左右 跟15V档位一样抖的有点厉害 同样的放大到5毫秒 文波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再来看Echo的文波 15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98.9毫v 平均文波87.9毫v左右 9V18瓦功率 文波最高89.4毫v 平均文波82毫v左右 规格书上面说的Echo 可以拉到9V3A 但是是拉不出来的 还有就是Echo的12V档位 咱们用负载仪是拉不出来的 咱们就不测了 整体来说这个小充电器 它的文波水平是在国标范围之内的 控制在110毫v以内 还算是有进步的 这颗乐力自美第三代 小体级 主打全协议 从宣传语来看 它是奔着插上去就省心的 但是从我们实际测试结果看 它更像是什么都想要 但是身体条件不太允许 在公版协议这条线 45瓦烤机还是可以稳定跑一个多小时 温度虽然高 但逻辑是自掐的 说明它在纯功率执行这件事上 并没有完全翻车 问题全部集中在它最想打的那张牌 全协议 小米私有协议握手失败 反复重启 属于实用层面的硬翻车 OPPO能跑 但一热就退协议 Vivo偶尔能成功 但坚持时间很短 华为SCP表现最好 但也只是在一个相对保守的功率区间 苹果这边公版协议 它这根自带线只能跑12瓦 换线材才能到30瓦左右 而且高功率只能坚持两分钟 这些测试现象说明一件事 它不是不会协议 而是协议层的野心 远大于它的硬件与散热 所能长期承受的能力 再加上标配的线 虽然能够支持25A 但线主偏高 在这颗本来就热控敏感的小体积充电器上 反而进一步放大了掉档 退协议 重启了概率 至于转换效率 这一期我选择就不测了 原因也很简单 当一颗充电器 再能不能稳定给手机 好好充电这件事上 都已经频繁翻车的时候 再去纠结它的转换效率 对于用户来说 意义已经不大了 45W这个级别 把公版PBS调教到位 就已经能够做到 合规稳定基本全兼容 正常用户插上去就能够安心用 结果它偏不走正路 非要去蹭一堆别人的私有协议 还要做全兼容 结果就是 标准协议都没有打磨扎实 私有协议又没有能力把它调教好 说白了 这个充电器 把全协议做成了一个段子 看着热闹 用起来很闹心 一句话总结它现在的状态 它不是全协议充电器 它更像是一颗 全都敢洗 全都扛不住的充电器 测试为了了解 才是为了真相 认真车载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车载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来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由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